在1988年深秋 爵士队主角联Frank Layden决定退位 转军幕后 Jerry Sloan开始执掌球队率应 这让本就是苦寒之地的炎湖城 更添了一份冰冷与坚硬 同年与Sloan教练一同带来的 还有他潜心研究已久的挡拆战术 而挡拆是当今篮球世界最基本的技术 但由此而演变出来的战术 则是千变万化 稍微夸大一些说 挡拆是所有战术的根源 但在六七十年代 这样的战术还并不流行 球员生涯正好鸿跨六七十年代的Jerry Sloan 对此深有感触 那使得他是芝加哥公牛队的王牌后卫 打法强硬 球风飙悍 但当时的NBA完全是以内线为主 战术几乎都是在为内线球员服务 他们会想尽办法 将球传轨张伯伦 指环王Russell 填钩甲霸这样的大哥常人 所有进攻都是从内线发起 中锋才是那个时代 一切战术的核心 1976年 34岁的Sloan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 走向教练席后 他希望能够改变这样的比赛风格 他认为内线和外线 在战术上的作用是相等的 而且一旦将两名出色的内外线球员进行连线 发挥出的效果将是出乎意料的 当Sloan发现 他的篮球理念与传奇教练 张伯伦发明的UCLA战术不谋而合时 Sloan教练便深深地爱上了 往后他用了一辈子的UCLA一四挡拆 Sloan坚信 伟大的传奇导师张伯伦所说的 这套战术只要你跑位正确 只要你严格执行 只要你一秒钟也不懈怠 那么你们就是不可战胜的 而这种严苛和铁碗的指教风格 也终于Sloan的坚韧和钢铁般的意志不谋而合 在JerrySloan的想象中 球员们必须像机器一样完美运转 将出错率控制在最低 同时在这枯燥的挡拆之下 能演化出千变万化的不同选择 让对手无法应对 神算子Py Riley将其称之为 我职业生涯中遇到过的最佳战术体系 现在Sloan需要的是两名球伤极高 投射精湛 而且和他一样截忍枯燥的内外线球员 在这个体系里 不需要像Jordan一样的外线超级得分王 也不需要像张伯伦一样的内线巨无霸 因为他的战术 不需要仅仅某一方完全止霸 而是内外线不断默契配合 并且体系里的每个人 每时每刻都需要不知疲倦的奔跑 球员们要耐得住寂寞 日复一日的空间 挡拆 掩护 跑位 就像清冷的炎湖城的摩门教徒 日复一日进入教堂 像神明祷告一样 而John Stockton和Carle Malone 毫无疑问在正确的时间里 遇到了正确的人 后时可能会出现很多个Stockton 可能出现许多个Malone 但把他们安排在同一个时代 在同一个球队相遇 然后在Sloan教练的会下 效力接近20年 这是百年不遇的组合 Sloan教练上任之时 打了三年T5的John Stockton终于被扶正 他拿下了九连赛季助攻王中的第一个 得分也开始上双 Stockton是一个身高 只有1米86 身材矮小的白人后卫 走在大街上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 自1992年《梦幻队》的纪录片里 已是超级后卫的Stockton 走在西班牙的繁华街头 竟然没有一个人能认出他来 但在这名后卫的身上 Sloan看到了自己球员时代的身影 这个集速度 坚毅和耐力于一身的球员 在Sloan眼中 Stockton对比赛的理解比谁都深刻 教练说道 在为球队效力的漫长19年里 Stockton从未败给过球队的魔鬼训练 没有什么能把他击倒 至于卡尔·马隆 如果你没有被他那两臂上粗大的肌肉糊住的话 你能立刻分辨出 马隆不是90年代四达中锋那样的 一眼就能分辨出来的天选状元 他没有鲨鱼的统治力 没有Robinson的弹跳 没有Yuin的身高 更没有Olajuwon与生俱来的轻盈感和节奏感 卡尔·马隆更像是一台柴油机 每年夏天 他都在自己的农场里 背着降落伞 迎着逆风奔跑 为他那金刚铸铸的双臂 增添更多机油 马隆是教练口中联盟最勤奋的球员 连续20年的稳定输出 以为他赢得了油拆的美名 再加上Stockton 这样性格的两个人 在Slong的挡拆战术中 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 而挡拆最基本的形态是 内线球员为外线持球人 设立一个对球掩护 持球人运球 吸引两个防守人的注意 内线球员趁机长篮框空接 持球员在对方防守错乱的瞬间 地球给内线的巨人完成终结 这就是篮球世界里 最基础的双人配合 做好这些最基础的东西 就能够完成挡拆内切的进攻 这虽然是基础中的基础 但想要做到完美也并不容易 这需要无比的专注力 对时机的完美把控以及默契 后卫需要运球娴熟 传球出色 内线需要像一堵墙一样扎实掩护 然后长驱直入 终结进攻 虽然没有那么多演化辽赖的技术 但这样的战术 简直是为由他双杀量身定做的 最经典挡拆组合 并不总是满足于招牌的挡拆内切 除此之外 马龙精湛的中远距离投篮 同样可以完成挡拆外弹 马龙和Stockden挡完人之后 然后移动至他的投篮点点位 Stockden会把球调给尤差 用他的中远距离投篮 或是面框技巧完成终结 尤其是到生涯后期 当马龙的爆发力不如以前 在季后赛面对那些比他高大的内线时 他越来越依靠挡拆后的外弹中投 同样的 在挡拆进攻中 如果马龙在顺下时遭遇烧人包夹 那他可以顺势将球回传给Stockden 或者是其他不在空位的外线队友 而这个人选 通常会是两届三分大赛冠军 四光枪Jeff Hornacek 这个战术最经典的一幕 是发生在98年总决赛第六场 Jordan投进了神志一投之前 公牛队85比86落后一分 而公牛落后的原因 则是之前一个回合 马龙在左侧低位背身 拿球单挑Rotman后 公牛选择协防 马龙回传给了Stockden 一级高难度 但实际恰好的助攻 Stockden空为三分命中 因此 马龙除了场军25分10篮板的铁打数据外 还有接近四次的助攻 上让单三季助攻四次以上的赛季 多达七次 在90年代 有像马龙这样 拥有如此传球功力的内线球员 少之又少 作为对比 90年代四大中锋 优运场军1.9次助攻 Robinson O'Neal O'La'Juan 都是2.5次 后来 同样以挡拆为名的Nash和Stardmeier的挡拆组合中 阿玛的场军助攻 只有不到1.2次 因此 卡尔马龙出色的侧影球能力 也是绝世挡拆战术 能不断丰富演化 且难以琢磨的重要原因 马龙曾在98年说到 我们在挡拆中 有11种不同的选择 这就是挡拆的魅力之处 针对各种防守球员 我们能够做出不同的选择 并且每一种 我们都练习了成千上万次 这就是由他双上的挡拆 最重要的不同之处 也许很多人都能完成 这些基础的战术 很多人都拥有 Stockden的传控能力 也有很多人拥有马龙的 内线冲结和中原距离投射 但是否能在基础之上 演化出更丰富的体系 是否有足够高的球伤和灵活性 处理不同的防守难题 更重要的是 是否能将这项篮球世界中 最基础的技战术 深入研究十几年 而且在这十几年中 能持之以恒 忍受无聊和枯燥的精神 才是大多数球员所稀缺的 自马龙和Stockden之后 后世挡拆配合的代表搭档 Nash和Stardmeier 仅仅持续了六年便分道扬镳 Parker和Duncan之间的挡拆配合 则是更接近马龙和Stockden的 Duncan的内线终结能力 比肩马龙甚至更出色 但中原距离欠佳 Parker的速度和运控极佳 但组织能力 比起历史助攻王还是稍显逊色 因此马龙和Stockden式的挡拆组合 内外结合为力无穷 让后世几乎难以复制 围绕着马龙和Stockden的灵魂挡拆 是Jerrod Sloan战术的最核心 围绕在玄冥二老身边的角色球员 同样接任 低调且平凡 像是蒙马乡Mark Eaton 他自大学毕业后 参加选秀大会 但没人要 只好去交战工作的大龄青年 Jeff Hornacek 身材一般 运动能力也不出彩的白人后卫 却要肩负起 在冠军赛里主防Jordan的重任 93年第二轮 第18顺位的Baron Russell 以及职业生涯 场局只能抢到 3.4个篮板的矮中锋Antoine Carr 这些是爵士 长年以来的重要轮转球员 他们没有伟大天赋 只有一群像Sloan教练一样 脚踏实地低头劳作的农夫 每天像机器一样 围绕着两个球星跑位 接球 投篮 拼抢篮板 每个来到犹他的年轻人 体内的不羁和热血 都会被Sloan炎若冰霜的面孔 给改造成一部沉默的机器 他们永远在Sloan的球队里 孤独地奔跑 和纸醉金迷的生活 和璀璨的个人荣誉渐行渐远 可即便如此 这群天赋不出众的明星和角色球员 还是能靠着Sloan的挡筛战术 以及Starkton的膝盖 卡尔玛隆的铁肘 不停地小动作拼凑下 在西部力压群雄 他们不是热血动漫里的主角 而是一部完美冰冷的机器 靠着自己日复一日机械的努力 以及Jerry Sloan捞到了无数遍的 如果你每晚都能在场上全身心地投入 那么无论什么样的比赛 都会变得非常简单 才突出重围 站在97和98年冠军赛的舞台 站在了篮球之神Michael Jordan的面前 两年的功败垂成非战之罪 因为他们面前是伟大的Michael Jordan 虽然未能夺下一座总冠军 但爵士的挡拆战术 对后世带来的深远影响 足以媲美一座总冠军 就像Jerry Sloan在其职业生涯中 虽然从未获过NBA年度最佳主教练 但他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以及人们对他的尊敬 要远高于绝大多数的年度最佳主帅 篮球变革发展至今 球员们的投射能力越来越精湛 尤其是内线球员 也正因此挡拆战术 在现如今战术体系中 发挥的作用也空前的重要 从最基本的Pick and Roll开始 也变出各个门派的挡拆类型 从而丰富了篮球世界的战术体系 但万变不离其宗 Jerry Sloan和Malone Stockton市挡拆 便是让其开枝散叶的一代宗师 在2003年 Stockton退役仪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Karl Malone一直克制着自己的情绪 不想当众哭出来 可最后还是因为记者的问题破防 在记者问到他与Stockton的关系时 Malone显得十分落寞 他说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做 因为那个身穿12号球1的家伙 不会再给我传球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